距离年底大选剩下不到70天 民进党百公百业复选列车 16号抵达高雄 包括总统蔡英文 行政院长赖清德 以及总统府秘书长陈菊 首度合体帮市长候选人陈其迈站台肇事 至于国民党的韩国瑜则是到了台南 为党内的市长参选人高斯伯来站台 颇有互别瞄头的意味 民进党百公百业庭改革 16号晚间仪式高雄 为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立法委员陈其迈造势 包括总统蔡英文 行政院长赖清德 以及总统府秘书长陈菊 府院三巨头也首度合体站台 晚会当中陈菊还拉起陈其迈的手 呼吁市民一定要将市长的棒子交给陈其迈 而这番话也为现场掀起高潮 我要在这 要拜托今天是在座所有的好朋友 这段的算计 存在最后的六十九家 高雄的发展 高雄的进步 完全在当局的手中 绿营天王急剧造势 也让陈其迈信心大增 他强调作为高雄子弟 要互相扶持 获福与共 即使面临艰困的挑战 也要有美丽的梦想 而这就是高雄的精神 我们不会逆境 相信高雄 看好未来 这个就是我们高雄精神 我相信高雄精神 就是我们高雄这座 伟大城市的象征 你说这样对不对 不会艰难 不会逆境 相信高雄 看好未来 这个就是我们 这座伟大城市的象征 你说对不对 百公百业 听改革大造势 除了为陈其迈 拉台声势之外 民进党高雄市议员参选人 也全体献身 争取选民的支持 至于国民党高雄市长 参选人韩国瑜 16号也跟同党 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 首度一起到台南 为高斯伯合体造势 颇有跟陈其迈阵营 互别苗头的意味 高斯伯来做指定 我韩国瑜 来做指定 两个联手 我们把所有台南高雄 最好的东西 我们卖出去 我们让所有的人 观光客 投资客进得来 保证南台湾 会全部一片新旺 打个揪吧 韩国瑜在强调拼经济 也跟高斯伯签署 双城合作意向书 表示如果当选 将会一起合作 共同推动高雄与台南的发展 港独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is